纪泽在我们离婚五年后再次重逢的那个晚上,疯了似的给我打电话,我不是故意不接纪泽的电话,我洗澡时手机落在了客厅,等我再拿起手机时,十几个未接来电都是同一个号码打过来的,我下意识地肯定,那是纪泽,我主动拨了回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所有的爱与恨都在慢慢地消失, 但是,躲避和逃离也是一样,没有一点停顿,纪泽接通了,莫青,当年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怀孕了,纪泽这么肯定地质问,我相信当年被我隐瞒的事已经被他调查得彻彻底底,他心思细腻,做事滴水不漏,能让他调查我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白天意外的重逢有关系,但那又如何,五年过去了,足以让任何事都变得不再那么有意义, 比如我瞒着他,放弃了和他的孩子,纪泽,这不是你私自调查我的原因,况且我们已经离婚五年了,那时我即便满目凄凉,但还是给过他一个机会,若非他的绝情,我也不会不要那个孩子,如果你告诉我,我也不会,可当年怀上你孩子的,不只是我一人, 我历生打断了纪泽后面的话,他在那边沉默了好久,久到我都快要,没了继续等待的耐心,但挂掉电话的前一秒,还是听到了他那声带有哽咽的对不起,五年过去了,我们的重逢对我而言,最多就是感慨两句缘分的戏剧性,再不自觉地回忆一遍当年的旧事。 五年前,我独自在异国他乡签字做手术,而继泽在霞光与月亮相撞的花海里,温情地对着满脸欣喜的白桑宁求婚,在我们离婚不到一年后,继泽无视我窒息的痛苦,毅然决然地要与我撇清这份婚姻关系,只为了给白桑宁一个名分与交代,期间的纠缠,让他只想和我没任何瓜葛,如他所愿,离婚五年, 我再没出现过他的身边,我想我们再次遇见,也应该是礼貌问好,再投也不回地各走各路,可继泽打破了规则,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眼前,我抢不到的歌剧门票,导演亲自送到我手上,我喜欢的甜品当天卖光了,店里师傅加班两个点为我重新制作,我前脚刚走出奢侈品店,后脚销售马上追了出来, 说刚刚他记错了,我要买的包,其实不用预约就可以拿走,一次次地蹊跷,让我发现那并不是巧合,奢侈品门店附近停的那辆黑色轿车,它时常伴随着我出现在各个地方,好像不久前也在我的目光里出现过, 我忍不住打辆黑车的同时,车门也随之从内向外展开,是继泽,他卖腿下车,大衣随意地披挂在身上,几缕发丝跟着他的动作散漫地落在额尖,这是离婚后我和继泽的第二次碰面,第一次是在医院,我生理期腹痛不止,医院的坐诊医生问我,是否经历过什么手术治疗, 五年前,我小产过一次,我话音刚过,继泽就突然红着眼睛闯进了问诊室,说说你做这些事的理由吧,自医院重逢后,继泽似乎一直在跟着我,他知道我去了哪里,知道我想干什么事,即便被我发现后,我也看不出他有任何尴尬之色,反而他是那种紧张过后,又终于能坦然面对的释然,当年你走得那么突然, 我甚至连个弥补的机会都没有,我笑了,继泽说他想弥补我,那大概是觉得对我是有些亏欠的,经过多年的变迁,他终于发自内心地承认他错了,而不是明知他的错会伤害到我,却依旧毫不在乎,反而义无反顾地要将伤害进行到底,但继泽的弥补似乎晚了些,我等过,判过,却发现等得越久, 反而越不在乎这些东西了,我和继泽缠绕的东西太多了,若真的盘算起来,那恐怕我这辈子都会定格在继泽身上,所以我只能不去计较那些错语对,一刀干脆利落的斩断和他所有的牵连, 五年前的事实非非,我真的不计较了,所以我对着继泽笑,笑得很随和,怎么没有,当年多亏了你的离婚补偿,才让我现在不用工作,也能尽情挥霍,继泽皱皱眉,精致的脸旁出现了抑郁的神色,他不满我的回答,他大概是希望我还能怨一怨他,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漠然置之地,对什么都了无牵挂,那些东西,怎么能和我们从小到大的情义相比,继泽瞳孔无神,有些呆致缓慢地小声说着,可他忘了,当年他就是用这些东西,漠然地要和我断绝所有的关系,没有比那笔财产更好的补偿了,继泽,我想继泽很清楚,我在和他划清界限,或许他也想不到, 有一天我会这样抗拒和他的关联,其实不止抗拒,我还有害怕,我害怕再次与继泽缠绕在一起,更害怕继泽看我时那双过于浓烈的眼神,我几乎是逃离般地转身离开了,或许继泽对我的注视过于浓烈,我竟能感觉到他在我身后有那么一丝丝的落寞,等我坐上自己的车,透过车窗的果然是继泽略显颓废的身影, 我不知道他的颓废从哪里来的,总不该是因为我的缘故,当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和我离婚,那他应该要比五年前更加意气风发才对,锋芒不减,那脸隐忍,这样的济泽我很少见的,即便小的时候,济泽母亲独自带着他艰难生活,依然能把济泽养得白白净净, 丝毫看不出是省吃俭用养出来的孩子,就是那年暑假,继泽母亲带着他搬进了我们家的那条胡同,救助我们隔壁,年幼的我有了继泽做玩伴,自此,我的暑假回忆起来不再是闷气的炎热, 而是落日余晖下我与继泽在阳台上一起啃的西瓜,是大雨滂沱后我们手牵手一起踩水坑的清凉,是我回忆起又不敢接受现实的差距,时光总有办法将美好的事变得扭曲,并且以最朴素的方法让你猝不及防,就像我和继泽在年幼相识,大学恋爱,最后我又不得不接受是我如命的继泽爱上别人的事实, 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痛让我最后只剩下不如不相识的麻木,刚毕业那会,计则不到半年时间就组织了一个团队,他们怀着梦想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研发游戏,好几个人挤在很小的写字楼里,对着电脑没日没夜地修改程序,满墙的数学公式盛满了几个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的血性,那时候我们很相信计则, 年少的他身上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值得我们亲近所有的跟随,随后三年,继泽不负众望,他做得很好,很成功,只是他在成功的过程中渐渐与我偏离,渐渐在我毫无防备之下,将我挪出了他的范围,最艰难的时候,我跟继泽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面 十三餐,便四季,那时候,继泽还会因为没有剩余的资金和我结婚而愧疚,继泽那天与合作商应酬完回家,他就在那样醉酒的情况下抱着我,不停地自怨自艾,我本想毕业就和你结婚的,可全部的钱都被我拿去投资了,你不能离开我,我会受不住的, 那时候快乐是真的,什么都是真的,回国已经几个月了,天气也变暖了,我开了一间很漂亮的花店,我很喜欢这个不大不小的地方,更是习惯地在店门前放一把摇椅,再支起一把遮阳伞,四周全是我亲手中的月季,我就在月季的包围下,闭幕享受着岁月静好,三个月未见的季泽,就是这时候带着白桑宁进来的, 比起我的从容自若,他们两人更显得尤为恶然,季泽更是不自觉地错开了白桑宁紧握他臂弯的那只手,他呆滞,眷恋,又毫不庇护地凝视着我,我太害怕他这样的眼神了,白桑宁也一样,他没办法忽视季泽的目光,渐渐地偏离,甚至情不自禁到完全忘记了他浑身的破碎,白桑宁拉不回,季泽向前挪动的身子, 眼睁睁看着季泽诗迷一样地向我靠近,季泽伸手,托起我脖子上挂着的那块蓝田玉坏吊坠,带着思绪连析般的细细轻浮,突如其来的回忆浮浮沉沉,和这块蓝田玉一样,隔在我和季泽中间,这块蓝田玉是我们双方家长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 那时我们约定好,我们爱情的结晶一定要以这块蓝坠入名,混淆界线的回忆让我和季泽一起回到了那个闷热的中午,我藏起运检报告,焦急地闯进季泽的办公室,满怀期待地问他, 季泽,你说,我们要个孩子怎么样?季泽下意识的慌乱根本就来不及隐藏,跟从本能的拒绝,好像真的是在为我们彼此考虑一样,我记得他说,现在要孩子会很负累的,想到这里,我猛地后退了一步,带着那块玉坠一起脱离了季泽的手心,季泽仓皇失措的模样,告诉我,他也没能逃过那段回忆的突然入场,以玉坠入名,默契, 为什么不留下那个孩子?放弃那个孩子,我同样也倍感焦愁,但季泽的薄情又让我破开云雾,坚定地签了手术,况且我连自己的悲伤都无法控制,更别说让我拖着抑郁的情绪去孕育一个新的生命,当时的季泽不了解这些,现在他只知道我们曾失去过一个孩子,也想起了那段郑重其事的约定,他会可惜那个孩子, 那是因为我们年少时所有承诺过的事情,都在往后的日子里慢慢变得真实,唯独那个孩子,仿佛是我们背弃承诺的开始,我没办法和现在的季泽共情他的情绪,现在我只会心疼当时的我自己。 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无法去孕育一个生命,阳光透过植物的缝隙打在季泽毫无血色的面容上,此刻,他浑身的金贵都在演绎着无法形容的落寞情绪,他满脸怀念的表情,无奈他越怀念就越痛苦。 原来,莫青你也可以像我一样绝情,真奇怪,我从没觉得自己绝情过,我只是错付了一段感情,在经过悲痛欲绝后,又下定决心地不再留恋他,这一切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和结果。 季泽爱我的时候,我满眼幸福地和他在一起,他不爱时,我只能带着遗憾的余温离开他,我都不愿计较了,怎么还能和绝情沾边了呢? 就算季泽说的是正确的,可最开始绝情的是他呀,我只不过是没原谅他而已,我摇摇头,理不清的东西让我头疼。 季泽,我们就像五年前那样,好聚好散不好吗? 面前的季泽久久回答不上我的话,还是满脸泪水的白桑宁及时地稳住了他亮呛的身躯。 季泽,我也为你失去过一个孩子啊,你忘了吗?白桑宁泪水混合着委屈,阻止了季泽迷失的沉沦,也混乱了此刻所有的纷纷扰扰,让季泽整个身子开始弯曲, 不愿面对无奈又沮丧的一切,逃离大概是他唯一的办法,让我带枝花走吧。 莫青,好,季泽带走的是一枝油桐花,油桐花,寓意情窦初开,青梅竹马的情意,青梅竹马时期。 我和季泽在尘风微微吹来的时候一起上学,又在阳光慵懒的午后一起放学,情窦初开,正是在学习紧绷的高中, 由于我和季泽过于亲密,八卦就像沸腾的水一样,不断地冒泡。 有人说我们在小时候就订了娃娃亲,也有人说我们就是在谈恋爱。 我和季泽什么都知道,却也没有过任何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我们掺杂着喜欢心记着彼此,暧昧又懵懂,正如那天高中毕业聚会, 有人突然很大声问我们俩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我身旁十八岁的季泽梅如莫苗,他势在必得地将我圈在怀里, 把我们食指向扣的手高高举起,我们迟早都要在一起的。 季泽毫不犹豫地回答,让那天所有人都在起哄。 我任由季泽大胆地拥着我,他在我腰间的手不断地紧紧松松, 那天紧张的不只是我,季泽说得没错,那天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 我们报考了同一所大学,在那四年里,我们给原有的感情基础添加了更浓的色彩, 我们很少吵架,常有的伴嘴也是因为季泽不分场合过于黏人, 他喜欢上课握着我的手,又突然间地靠近, 在我耳边轻轻触碰,我害怕被老师注意,贴了季泽一眼, 他才肯算安静,毕业后三年, 季泽用人生赚的第一笔钱和我结了婚, 我们买了套公寓,开启了夫妻二人的生活, 而季泽也从青色的白衣少年,变成了西装革履的季总, 看似平淡不变,其实事情一直都在悄悄地变化, 比如我和季泽慢慢习惯了彼此的忙碌, 我们手机聊天记录在慢慢变少, 我们开始有了一天都没有对方消息的现象, 我们把这些当作理所应当的习惯, 当作了混合一起太久后的沉淀, 直到白桑宁出现又把这一切彻底搅浑, 初见白桑宁, 是我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和季泽交接工作时, 白桑宁端着咖啡,分别放在我和季泽面前, 夫人,您的咖啡,白桑宁做事干净利落, 一整套动作下来不拖泥带水, 端端正正地站在一旁, 等候我和季泽的随时吩咐, 其实在我和季泽小别再聚的单独相处中, 白桑宁突然闯进来的做法, 并不是件很礼貌的事, 但季泽对这件事好像并不在意, 他就这样习惯了白桑宁这么貌似的行为, 季泽并不是个合跃的人, 相反他一身戾气, 很难容忍手底下的人出现规则性的错误, 但白桑宁一个新上任的助手, 能在他面前这样随意地出入, 本就是件很反常态的事情, 愿就愿那时季泽给我的爱, 让我太信任季泽了, 况且公司运营正值关键期, 每个人都在忙忙碌碌, 我不认为季泽会在这时候 愤出一些心思在白桑宁身上, 可当他们一起去出差时, 我才发觉心中的那抹苦涩 是多么地难以消除, 其实他们二人不是单独地去出差, 而是一个团队, 我在合伙人的朋友圈 看到了他们授权成功的消息, 天大的喜悦让他们肆意地在海边庆祝, 他们一起碰杯畅饮, 烟花在夜幕中绽放, 在每个人脸上我都能看到欢快的表情, 照片里, 季泽和白桑宁隔绝了这边热闹的气氛, 他们二人并排坐在不远处的沙滩上, 安静地互相对望, 相比他们喜悦的气氛, 我在医院里显得尤为凄凉。 半个月前, 他们南下约谈, 我北上营销宣传, 仅仅三天时间, 我的身体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 止不住地呕吐让我住进了医院, 看到他们工作得顺利, 我不免有些歉疚, 自己的进程跟不上他们的步伐。 所以, 深夜我发信息给季泽说, 我也没想到会水土不服, 这次我可能完成不了工作了。 直到第二天的中午, 我才收到了季泽的回复, 没什么的, 不会有什么损失, 不知季泽查没察觉到, 他的敷衍连一句关心话都没有, 我和白桑宁的接触并不算多, 那段时间出差是我的常识, 公司营销是我全权负责, 我经常奔波于各个城市, 连和季泽见面的时间都在倒计时进行, 我自然也就不知道, 季泽对白桑宁是怎样心动的, 或许是某个一起出差的晚上, 又或许是一顿饭的单独相处, 往深处想, 他们每一场应酬下来, 是在怎样微醺的状态下互相搀扶在一起, 在不经意的对视之中燃起了情愫, 白桑宁, 她是除我以外离季泽最近的女人, 我只知道, 等我发现季泽感情的游离时, 事情早已经不在黑暗中躲藏, 她悄悄现身, 让我措手不及, 我刚出院不久, 本想着适应几日在往返公司, 但电话里, 季泽执意让我马上回去, 她冷漠有些许克制的语气, 让我以为她那边出了什么意外的事, 就这样, 我忍着不适的身体坐上了返程的飞机, 我按照季泽的意思先回到了家里, 进门就在客厅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 全是陪季泽一起打拼到现在的公司高层, 亦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不约而同地一起看向刚进门的我, 我只好鞋都没换地走过去, 问他们发生了什么, 你明知道我妈身体不好, 给她发这些东西干什么, 记责阴沉的话语, 让整个场面安静地过于紧张, 见我还是一副不明所以的表情, 她起身丢给了我一部手机, 我翻阅着手机上内容, 那是她和白桑宁的聊天记录, 一张张截屏在我指尖慢慢呈现在眼前, 在他们的对话里, 白桑宁的每一句话, 每一段文字, 都是在清清楚楚地表达着她对记责恋慕的心思, 早啊记总, 吃饭了吗记总, 要睡觉了, 希望在我梦里能亲到记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呢, 明明你对姜莫青不是这样的, 记总虽然你老婆很漂亮, 但我也不差哦, 从最初的简单问好, 到后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白桑宁都在切而不舍地追逐着记责, 但在记责不温不热的态度里, 白桑宁说的每一句话, 都好像是在一厢情愿, 因为记责回复她的多数只是一个恩字, 再多一个字都能让白桑宁欣喜不已, 比如近日, 白桑宁发来的私密照片中, 记责回复她的那句, 很漂亮, 莫青, 你发公司群礼就算了, 给有心脏病的老人发这些就过分了呀, 合伙人礼语一副看不懂我的样子, 一群人等我说话解释这件事情,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可以用这样的姿态来审问我, 我往记责身上窥视过去, 他森冷的目光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让我感到陌生, 显然他并不打算信任我, 我一时泛起阵阵良意, 记责从没有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过我, 落差感很大, 从前我一直是他最特殊对待的那一个, 他所有不为人知的温柔都是在我身上呈现的, 所以即便被他误会着, 我还是不能接受他用这样的眼神去看待我, 在他们所有人看来, 记责并没有做出实质性越轨的行为, 相反, 他们认为把聊天记录泄露出来, 才是件真正过分的事情, 我没有让谁发过这些东西, 我镇定地接受他们所有人的目光, 不慌不乱是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曼都承认了, 是你让他把这些东西散播的, 你还有什么不承认的, 好好认错, 记责也不会生气了, 小曼正是李宇的助手, 他泪眼婆娑地站在边上抽气着, 低着头不敢看我注视他的目光, 我大约回忆了一下和小曼接触过的每一个片段, 并没有发现我有得罪过这个姑娘, 小曼,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我相信警方一定能调查清楚, 我到底有没有让你散播聊天记录, 另外, 我会联系律师, 起诉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诽谤我泄露他人隐私, 我也会调取监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这段时间, 我并没有与你单独碰面接触过, 如果你想说我们私底下碰过面, 或者靠电子信息联系, 那你大可以说出来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间, 或者什么地点, 等警方过来, 我会把我所有电子产品交给警方, 我希望你也一样, 我冷静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原本在抹泪的小曼突然失控地冲过来, 抢走了我的手机, 急忙按下了挂断键, 不要报警, 不要报警, 小曼这样抵触警方的介入, 这也恰恰证明了他有说谎的可能, 我只是不清楚, 一向默默不语的小曼,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诬陷我, 让警察处理这件事, 是最合适的办法, 他们不会包庇你和我之间的任何一个人, 警察自会判断真假, 刚刚还很抵触报警的小曼, 现在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很安静, 他独自呆滞了一会, 面对众人的目光, 他没办法不强制压下惶恐, 站出来给这件事一个交代, 好, 那就报警吧, 谁让他不知廉耻, 把所有的聊天记录都存在了电脑里, 这时候, 李宇倒是一反常态地有些紧张了, 刚刚质问我的勇气, 也成了含笑地劝说, 来回在我和记者之间交替, 莫清, 记者, 就别报警了吧, 你看小曼都这样了, 这次就算了, 李宇用他与我们多年的情分, 让我们不去计较小曼的行为, 原本我以为是关记者母亲安危的事, 记者是绝不可能答应他的, 可记者只是疲惫地微微叹息一声, 眸光飘在我的身上, 似有妥协般地缓和了阴沉的面色, 算了, 我妈的身体也没出什么事, 是我的错, 莫清, 你不要生我的气, 虽然记者在跟我道歉, 可我还是感觉我的每个呼吸都在困难, 记者真的就这么轻易地不计较了, 可他刚刚认为是我干这件事的时候, 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算了的话, 所以, 他到底是因为他母亲才那么反常地对待我, 还是为了白桑宁, 还有记者的那声叹息, 那似乎并不是在庆幸他母亲身体的无恙, 那分明是在可惜, 可惜了一个不用愧疚, 就可以冠冕堂皇辜负我的机会, 但那时的我, 根本抓不住记者隐藏起来的心思, 我只感到特别地昏昏沉沉, 明知不对劲, 却一点头绪也没有, 就像危险在我身边一闪而过, 我看不清他的样貌, 只知道他出现过, 怀着那一点点的不安, 我果断坚持地报了警, 我总不能让人白白冤枉了一场, 小曼还是被警方拘留了, 让我意外的是, 没过几天, 黎语也被叫去了警察局, 公司部门经理和助手一起被带进了警察局, 我和记者不得已连夜召集会议, 如果黎语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必须马上商量对策, 对接黎语手里的项目工作, 凌晨的夜晚困不住入侵的寒意, 我在茶水间碰到了说要休息的记者, 这时候会议基本已经结束了, 他似乎仍在处理工作, 目光片刻不离开笔记本的屏幕上, 时不时地还在编辑着文字, 他旁边的咖啡已经没了热气, 我刚要为他重新换一杯温咖啡时, 茶水间的回音让我停下了离开的动作, 记者,我不想活了, 但我不后悔喜欢上你, 白桑宁平淡凄凉的声音通过记者的笔记本 传入了整个茶水间, 没有犹豫一秒, 记者就焦急地起身, 也看到了门口枉然若失的我, 我要出去一趟, 你早点休息, 记者不会等我答复他的, 因为他太着急了, 都忘了带走被他遗忘的那个笔记本了, 记者急切地身影消失在转角处, 我没办法不去注意被记者落下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我就在门的边上, 依稀还能看见电脑上的聊天界面, 她像个鬼魅一样的吸引着我过去窥视, 是啊, 公司不只是一个助理被拘留, 也不只是一个经理被调查, 还有一个因为隐私泄漏被众人议论到不敢露面的姑娘, 正是需要被安慰的时候, 只是记责对白桑宁的抚慰, 句句都在为他脱罪, 你没错, 只是不该喜欢上结婚了的我, 别怕有我在, 没人敢议论你, 一个明知对方结了婚, 还要继续网上扑的人, 那他就应该做好被别人当作议论对象的准备, 在正常人的理念和思维上, 是很难接受他那所谓的情不自禁, 嘴上说着不应该, 可行动上从没觉得不应该的行为, 但记责不仅接受了白桑宁的荒唐, 更为他累起了一道屏障, 这和多年前我们上高中时发生的一件事极为相似, 少年的记责穿着白色校服, 在落日余晖中, 用宽肩斩腰的身躯为我遮挡住刺眼的光芒, 让我在不被光线的影响下顺利地完成了功课, 我们之间太过亲密, 很多时候甚至已经越过了男女之间的正常界线, 运动会的观众席上, 他就坐在我身后上方, 用手指捋顺我散乱的头发, 用他手腕上的备用头绳给我扎了一个马尾, 但这个头绳很快被另一个女孩狠狠地拽下, 连带着记责给我准备的水壶, 一同被他扔进了垃圾桶, 他是喜欢记责的, 并且张扬又疯狂, 我没少受到过他的警告和恐吓, 记责身边从来都不缺追随者, 他汹涌又沉寂, 被多少双惊艳的目光探视他都不在意, 因为那时他的眼里只有我, 比如他丝毫不留情面地逼着那个女生给我道歉, 高高的身躯替我挡住那个女孩愤恨的视线, 两人一时僵持不下, 那女孩察觉了记责的认真, 终于不顾同学异样的眼光, 崩溃地大喊, 你这么维护他, 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明明我这么喜欢你, 你喜欢我, 那也得经过莫青的同意, 记责的话, 让那个女孩难以接受地跑了出去, 之后我们再没见过他, 只听到他转学的消息, 在高中这样关键的时期转学, 可见他有多难过伤心, 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 想让记责去开导开导他, 可记责满脸正色地拒绝了我, 莫青, 你怎么能把我往别人身上推? 是啊, 我怎么能把记责往别人身上推呢? 怎么能把他往外推呢? 记忆中记责说这句话的模样, 失去了时间的维度, 忽隐忽现地浮现在我眼前, 被我一遍遍小声地重复, 我忍住哽咽的声音, 慌里慌张地给记责打去电话, 没有意外, 他不接, 我同样不气馁地继续拨通, 不知多少回, 记责总算接通了, 你在白桑宁那边吧, 记责还没说话, 我就先他一步地问他, 我不知希望他说实话, 还是希望他还能编织一个谎言, 骗一骗我, 又好想,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都注定会让我们多年的感情裂开痕迹, 最后落得一个必输的结局, 嗯, 是, 或许对失望早有准备, 我竟能控制住哽咽的情绪, 记责的回答, 让我屏息静气, 硬生生压下了涌上来的愤怒, 你明知白桑宁对你的心思, 还是要把他留在身边是吗? 记责那边好像在思考, 他沉默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在我和白桑宁之间犹豫的抉择, 按照以往, 在记责犹豫的时候, 我就应该果断地审判一下和他之间的感情, 并且也能在迷惘中做出最明确的选择, 但那时, 我常常被自己极端的情绪所困扰, 我察觉不到自己突然的脆弱, 也左右不了自己敏感的思想, 我总觉得我和记责不应该会是这样的, 也或许我对曾经的感情执念太深, 还不愿接受他已不在我身上的事实, 莫轻, 最后一次, 让我帮帮他, 等他没事了, 我就回到你身边, 我做不到对他的痛苦视而不见, 我在等待的过程里, 得到了最不想要的消息, 那个不让我把他推开的人, 反过来狠狠地推开我, 我没有拒绝记责, 也没有答应记责, 而是颤抖着, 茫然失措地挂了电话, 这时候, 暗夜里的星星即将被白昼取代, 我在想, 那边的记责会怎样陪在白桑宁的身边, 他们是在彻夜无眠的长谈, 还是点灯相拥无言而眠, 记责刚刚转身走得太快了, 我还没来得及问问他是因为什么爱上别人的, 又是怎么做到一点都不痛苦的, 我没留住记责, 也得不到答案, 记责就这样消失了半个多月, 这半个月不用猜, 也知道他在谁的身边, 他留下一句, 莫轻, 等我整理好自己的情绪就回去, 之后就再也没让我联系到他, 半个月被拘留的小曼也被释放出来了, 他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我出来和他见上一面, 我答应了, 咖啡厅里小曼吞下了精干的职业妆, 一身休闲的长裤短衣, 更能显得他清纯迷人, 外面树影斑驳, 金金点点在他脸上摇曳, 此刻他眼里反而有了光泽, 莫轻姐, 对不起, 对你做了些过分的事, 今天向你道个歉, 我就要回老家了, 我流着泪回答他, 这么长时间, 我们都没发现, 李宇对你做的那些过分事, 是我们的疏忽害了你, 小曼之所以会盗取白桑宁的聊天记录, 确确实实是因为不甘心, 他不甘心他和白桑宁, 明明是同一批实习入职, 最后却有如此大的差距, 谁也没想到, 变富裕的李宇也会这样的人面受心, 他威胁又强迫地对小曼做了不轨的行为, 小曼日渐抑郁, 而白桑宁每天快乐得那么无拘无束, 兴致勃勃地同小曼分享着, 记则是怎样地欣赏他, 他的肆意, 他的无拘无束对小曼来说都是 加深他痛苦的催化剂, 因此他便要把白桑宁最可耻的一面 公布在大家面前, 害怕和胶着的情况下才把我扯了进来, 我不怪小曼, 他在试图拯救自己的时候, 选择了用欠妥当的方式, 把一个隐蔽又卑污的事实放在了光明之处, 让白桑宁颜面尽失, 让小曼陷入泥潭, 让李宇被口诛笔伐, 让记则纠结犹豫, 让我忧心如成, 看吧, 这就是事实, 就是不会让每一个人得到一点好处, 就是让每一个人陷入深含, 在挣扎的过程中弄得遍体鳞伤, 没有人会侥幸逃脱掉, 当然, 如果不是小曼, 我也不清楚, 我会什么时候才能发现, 记则和白桑宁之间的牵扯, 记则也不会发现自己会这样的紧张白桑宁, 小曼有很好的学历, 若不是李宇, 他大概会前程辽阔伺锦, 经过努力实现所有宏愿报复, 我们都在想着如果, 却在现实中担负着结果和后果, 小曼走了, 李宇被判刑了, 这是他们的结果, 而我和记则的结果, 还得继续牵缠着, 白桑宁被辞退了, 消失的记则也回来了, 一切似乎都变得和以前一样的正常了, 我照常出差, 记则照常忙碌, 谁也没有再提起过白桑宁, 他出现时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离开时又留下遍地狼藉, 从前我和记则忙归忙, 但总会盼望着能有清闲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自在地独处在一起, 但现在记则大概是不会那么响了, 因为另一个人代替我成为了他心中的那道柔光, 他希望和他在一起的人已经不是我了, 前不久, 我还能随时沉浸在婚姻的幸福里, 感叹一路地磕磕绊绊, 也没能让我们放弃过彼此, 可现在不得不承认, 那个只要提起我就会幸福感涌出的人, 其实早就想离开我了, 夜晚的阴雨天总是会让人燥热, 因丝毫未进食过晚餐, 我被恶醒时有点头晕恶心, 加上房间内一股潮气和烟味, 更是让我冲到卫生间干呕了半天, 我需要开窗呼吸新鲜空气, 窗边的沙发位上有记则留下的西服外套, 和几根散落的烟头, 很显然记则今晚回家了, 并且他刚刚还在这里, 我走出房间去寻他, 倒也不用很麻烦地去找他, 我走出没关的卧室门, 就能看见楼下的他, 他点灯在落地窗前, 盯着手机屏幕浅浅地笑, 带着丝毫不掩饰的思念, 正浓浓地在他眼里浮现, 手机上的照片是谁, 并不难猜, 记则陪在白桑宁的那半个月里, 他们一起留下了很多照片, 有他们穿着情侣装, 漫步在沙滩上, 有记则为白桑宁做饭的模样, 有他们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相处的每一个片段, 大概白桑宁知道这是记则和他最后在一起的时光了, 也清楚记则是在跟他道别, 所以他竟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分享了出来, 记则慷慨地成全了白桑宁半个月, 给我的理由就是他怕白桑宁会做出自残的行为, 记则地自欺欺人, 也让我无心再去问他还爱不爱我了, 他办公室里放的那份离婚协议书, 早就给了我答案, 那份协议被放了很久, 可能是他内心有过一瞬间的坚定, 让他突然有了勇气冲破世俗的规矩, 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白桑宁好好地在一起, 但我知道他不会和我离婚的, 记则这个人, 责任感总会大过私情, 我陪他的时间太长了, 陪他吃过的苦太多了, 注定是他感情上的枷锁, 注定会困住他奔向白桑宁, 我想他一定很苦恼吧, 这些年他雷厉风行, 很难想象唯一困住他的竟是在想如何地离开我, 记则还在翻阅着照片, 而我悄悄退了回去, 那股恶心的感觉又来了, 我想明天我该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了, 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 得知自己怀孕的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咽血结果显示, 我已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怀这个孩子一个多月了, 上次出差水土不服的情况,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只是那时孕早期不足半月, 医院查不出这个孩子的存在, 医生说孕早期的妊娠反应会很大, 可能会让平常的生活习惯发生变化, 头晕, 恶心, 食欲不振是正常的反应, 只是要注意一下精神上的问题, 我对自己反常态的精神早有感觉, 但从没有往怀孕这方面想过, 我敏感, 我极端, 明知记责的内心早就游离, 可我还是能当作看不见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原谅着他, 还常常惦记着过去那么汹涌澎湃的爱意, 我在回家的路上散漫地开着车, 满腔的委屈藏不住任何一滴眼泪, 我和记责在一起太久了, 久到了这些年, 我们的每一寸光阴都融合在了空气里, 我总觉得离开他我会窒息, 会活不下去, 所以我不敢尝试, 但现在, 我发现了那常常让我不有己身的情绪来源, 也终于拨开云雾, 见到了我最初真实的意念和打算, 那就是离开记责, 我才能活, 我驾车掉头离开了回家的路, 直奔公司而去, 我儿子在幼儿园打架了, 理由, 英雄就美, 旧的还是前任的, 女儿就离谱, 我儿子是个天使小可爱, 很懂事, 所以接到老师电话说我儿子在学校打架, 我是很疑惑的, 我立刻赶到学校, 一共三个小孩, 除了我儿子, 还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 那小女孩可可爱爱的, 长得跟精灵似的, 嫩生生的脸颊上有一道很明显的红痕, 那个小男孩还在哇哇大哭呢, 所以我儿子是参与了, 群殴, 还是一挑二, 我走过去, 在我儿子面前蹲下, 轻声问他, 萧萧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妈妈说, 儿子指着那个小男孩, 萧萧他欺负暖暖, 用玩具把暖暖的脸划伤了, 还就暖暖的头发, 所以妈妈, 我推了他一下, 对不起, 看得出来, 萧萧也被吓到了, 我轻轻地拍拍他的小脑袋, 那我们先跟萧萧道歉, 然后告诉他那样做事不对的, 好不好, 萧萧点头, 来到萧萧面前, 萧萧对不起, 我不该推你, 你能原谅我吗, 萧萧的哭声停了下来, 擦擦眼泪, 好吧, 我原谅你了, 我欣慰一笑, 向老师点点头, 萧萧又说, 但是你欺负暖暖是不对的, 你也要给暖暖道歉, 萧萧来到暖暖面前, 暖暖对不起, 我以后, 儿子, 一道略显尖锐的声音突然响起, 我和大家都朝门口看去, 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女人冲进来, 把萧萧拉进怀里前前后后, 检查, 宝贝, 受伤了没有, 谁打的你, 妈妈帮你报仇, 四岁的小孩子动手而已, 她也至于用得上, 报仇, 这两个字, 萧萧还没说话呢, 女人就朝我看了过来, 一脸的愤怒和趾高气扬, 就是你儿子打我儿子, 老师想上前解释, 被女人打断了, 你行了, 刚才在微信里开口闭口都向着那两个, 怎么我们学费少交了, 你没看到我家宝贝都吓哭了, 园长呢, 你们怎么当老师的, 我找园长投诉你, 萧萧是个好孩子, 就是她这个妈, 真的很讨厌, 我轻轻拍了拍萧萧, 站起身, 萧萧, 妈妈, 你先把事情搞清楚行吗, 是萧萧先, 总之你儿子打了我儿子, 我就要找园长, 萧萧, 妈妈, 把萧萧抱起来, 园长呢, 有她儿子在这, 我们的孩子还怎么上学, 面对这种蛮不讲理的人, 我真是无语, 老师上前劝解, 萧萧妈妈, 是萧萧先动手, 那又怎么样, 她才那么小, 打一下能有多疼, 萧萧妈妈依旧强词夺理, 老师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 看得出来她在努力维持职业素养, 暖暖脸上都有划痕了, 就是萧萧用玩具划的, 一会暖暖的家长来了, 萧萧妈妈, 你还是想想怎么跟暖暖的家长交代吧, 老师的话音刚落, 门口就出现了一抹高大的身影, 暖暖立刻起身跑过去, 我也看了过去, 只一眼就傻了, 霍北辰, 我的前任, 等一下, 暖暖是她的女儿, 暖暖和萧萧看上去差不多大, 也就是说, 这个渣男刚和我分手就结婚生孩子了是吗? 我抬手, 用中指服了浮眼镜, 霍北辰看到我也很意外, 但他只是冷冷地看了我一眼, 就收回了视线, 让我满意的是, 他看到了我的中指, 老师这时尚前, 霍先生, 暖暖的脸, 您还是带去医院看看吧, 别留疤了, 萧萧妈妈, 文言当即就不让了, 你少在这挑拨离间, 就一道浅浅的划痕怎么就留疤了? 我儿子还哭了呢, 你是不是看他像有钱人你就疤解? 我可告诉你, 我老公可是霍氏集团的总经理, 你敢惹我, 那就回去告诉你老公一声, 他被开除了, 霍北辰冷冷地开口, 声音低沉至极, 带着不容置疑的意味, 玄玄妈妈愣了一下, 紧接着轻蔑地笑了出来, 你谁呀, 你说开除就开除啊, 一边的老师看不下去了, 我都说了他是霍先生了, 玄玄妈妈反应了一会, 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的慌了, 霍北辰抱起他女儿, 声音温柔了许多, 疼不疼, 暖暖摇头, 不疼了, 然后他指着萧萧, 是萧萧保护我的, 霍北辰看了过来, 幽暗的视线在我和我儿子之间流转了一圈, 大长腿一迈来到我面前, 谢谢妾, 我才不稀罕渣男的感谢呢, 我耿着脖子, 努力让自己看上去在云淡风轻之中, 又透出那么一丝丝牛逼, 不用了, 这是我儿子应该做的, 我现在庆幸的是还好我儿子, 长得像我, 不然, 好吧, 萧萧就是霍北辰的孩子, 当年我提出分手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怀孕了, 现在想想, 霍北辰在和我分手之后, 没几天就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 孩子都那么大了, 我就再也不为当年的分手感到耿耿于怀了, 这感情不值得我留恋, 霍北辰在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 看着我的眼神更加阴沉了, 我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在心里骂我是无缝衔接的渣女辈, 也不知道是谁渣, 霍北辰默默看了我和萧萧一会, 冷笑了一声, 五年不见, 秦小姐的儿子都这么大了, 秦小姐还真是令我刮目相看, 看你大爷, 当着孩子面, 我没办法骂回去就是了, 我也冷冷一笑, 不甘落下风, 霍先生也不错呀, 这才五年而已, 女儿, 舅舅你和萧萧妈妈认识啊, 暖暖搂着霍北辰的脖子, 奶声奶气地问, 我妈了, 舅舅那我刚才又是树中植, 又是在心里骂人的, 岂不是冤枉人了, 霍北辰似乎是看穿了我的心思, 她轻笑了一声, 说话有些阴阳怪气, 认识还很熟悉呢, 不过看起来, 我还真是不够了解秦小姐, 她说这话的时候, 看向了萧萧, 我低头, 看到萧萧也在看着霍北辰, 我心下一咯噔, 就很怕父子天性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萧萧可别就这么对霍北辰有好感了, 然而我想多了, 萧萧观察了霍北辰, 一会, 奶奶的声音响起, 叔叔你喜欢我妈妈吗, 不仅我一脑袋问号, 可能霍北辰也一脑袋问号吧, 然而这时, 萧萧妈妈突然哭了出来, 放开萧萧就跑到了霍北辰的面前, 霍先生,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刚才我给我老公打电话, 他狠狠骂了我一顿, 萧萧萧萧你快来给暖暖道歉, 我刚才竟然都没听到萧萧妈妈打电话, 看来过了五年, 面对霍北辰的时候, 我还是无法做到平静, 萧萧妈妈是真的害怕了, 可能是在电话里被萧萧爸爸骂了吧, 他甚至要给霍北辰跪下来, 舅舅萧萧已经跟我道歉了, 我的脸也没事, 暖暖开口, 霍北辰淡淡地应了一声, 不再追究这件事, 萧萧妈妈脸上露出了劫后余声的表情, 而他的一生一死都掌控在霍北辰的手里, 如今, 这个男人拥有绝对的权利, 可他似乎又没改变什么, 他一直都是霍北辰, 既然事情都解决了, 我就让萧萧去上课了, 天天暖暖又叫住了萧萧, 萧萧你为什么说我舅舅喜欢你妈妈呀? 霍北辰, 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 我先一开视线, 只想离开这射死现场, 萧萧走吧, 萧萧, 你舅舅一直盯着我妈妈看, 而且我妈妈长得漂亮, 你舅舅喜欢我妈妈很正常啊, 霍, 我的好大儿逻辑性是真强, 我赶忙带着萧萧走了, 可还是能听到暖暖的声音, 舅舅你是不是真喜欢萧萧的妈妈呀? 我背脊一僵, 紧接着就听到霍北辰说, 别胡闹,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一颗心还是沉甸甸的, 是啊, 我在奢求什么呢? 我和霍北辰早在五年前就结束了, 把萧萧送到教室后, 我就出去了, 刚要上车, 暖暖奶奶的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 漂亮阿姨, 我转头看过去, 霍北辰抱住暖暖出来了, 霍北辰脸上完全没有尴尬, 那我还尴尬个屁啊, 我给了暖暖一记温柔的微笑, 暖暖你要去医院吗? 暖暖点点头, 对啊, 舅舅说还是去医院看看比较好, 我挥挥手, 那你快去吧, 说完我就转身要上车, 阿姨, 我舅舅还没有女朋友哦, 暖暖冲着我的背影喊了一句, 我一愣, 转头看着霍北辰, 这五年来他都没有和其他人谈恋爱吗? 难道他还对我念念不忘? 我笑了笑, 怎么可能, 当年分手的时候, 我可是说了很难听的话呢, 早就把霍北辰的心伤透了, 我转身上车离开了, 后视镜里, 霍北辰也没怎么看我, 带着暖暖上车了, 我闭了闭眼, 认真开车, 不再去想其他, 晚上我回家, 霍霄立刻拉着我回房间, 嘀咕, 妈妈暖暖说, 她很喜欢你, 想让你当她小舅妈, 霍霄又迫不及待地说, 暖暖还说, 她爷爷奶奶一直在催婚, 但她舅舅就是不想结婚, 可我觉得暖暖的舅舅, 好像很喜欢你, 暖暖去完医院, 又回学校了, 两个小家伙没少讨论, 我和霍北辰吧, 暖暖喜欢我, 那你是不是喜欢暖暖的舅舅呀, 萧萧沉思了一会, 摇摇头, 不喜欢, 嗯, 父子, 天性呢, 为什么呀, 萧萧一本正经地跟我说, 她都不笑, 长得有点凶, 吓人, 妈妈你可别看她好看就觉得她人不错, 老爷说了, 男人不能光看外表的, 我爸和孩子说这些干什么, 妈妈那你能再给我生个妹吗, 萧萧拉着我的手晃悠着, 我想要一个妹妹, 不想要弟弟, 弟弟臭,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谁跟你说弟弟臭的, 萧萧, 贾宝玉, 这孩子天天跟我妈看《红楼梦》, 别的没看出来, 倒是把贾宝玉那句, 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记住了, 我得出去告诉我妈, 一声, 孩子现在还小, 要不就先看看动画片吧, 外面突然传来我妈说话的声音, 我还以为是我妈和我爸说话呢, 出去一看, 家里竟然多了个小奶狗, 小奶狗一看就大学刚毕业, 涉事卫生的样子, 看到我抬手笑咪咪地打招呼, 瑟瑟解好, 我愣了愣, 带着萧萧上前, 你好, 我妈连忙给我介绍, 这是你小姨夫的二姨的表妹的儿子, 叫林子昂, 大学刚毕业, 来这找工作, 这段时间先住咱们家, 好吧, 听着也算是亲戚, 我妈又说, 你公司还招不招人了, 正好跟你一个专业的, 子昂啊, 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先给你瑟瑟解看看, 我妈这个热心肠啊, 我看了看林子昂的作品, 倒是不错, 于是说, 明天我上班, 问问我们公司还招不招设计师了, 林子昂十分感激, 连连道谢, 她就在我们家住下来了, 住在阁楼上, 倒也还好, 为了感激我,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 林子昂非要送我上班, 我在她一口一个姐姐的公事下, 渐渐迷失了自我, 点头同意了, 到了我们公司门口, 我下车要进去, 林子昂突然喊了我一声, 我一转身, 还没等反应过来, 荡的一下撞到了林子昂的身上, 哗, 这家伙胸肌不小啊, 我的事情就拜托你了, 瑟瑟姐, 她说完就上车走了, 还说晚上下班来接我, 我笑着摇摇头, 现在的小男生还挺可爱的, 一转身, 一辆黑色的麦巴赫停在了我的面前, 司机立刻下车打开车门, 缓缓下车的是霍北辰, 他怎么会来这, 霍北辰下了车, 高大伟安的身子在我面前停下, 居高临下地屁腻着我, 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俯视众生的天神, 口味变了, 竟然搞起了姐弟恋了, 大学刚毕业吧, 这就整出绯闻了, 可我才不会和他解释呢, 犯不着, 我口味没变, 就喜欢嫩的, 霍北辰深邃地视线看了眼林子昂离开的方向, 他突然靠了过来, 低下头, 声音轻轻地, 带着讽刺的意味, 你说作为前辈, 我是不是该传授一些经验给他, 让他提前做好准备, 毕竟你秦大小姐可能随时都会玩腻他, 有喝, 这狗男人其实是在替自己打抱不平吧, 我冷笑了一声, 用不着, 他还年轻着呢, 你说呢, 霍北辰俊脸上的表情顿时阴沉了下来, 但下一秒, 他的唇角就勾起了一抹冷笑, 是吗? 那你儿子的爸爸呢, 也被你玩腻了抛弃了, 我儿子的爸爸, 我故作哀伤地叹息了一声, 他人没了, 所以在地底下呢, 管不着我, 霍北辰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神色愣了愣, 最后咬牙点点头, 还是他会来世, 懂得给后来人疼地方, 话落, 霍北辰就缓缓转身, 往我们公司走, 一顿过后, 我连忙追上去, 霍北辰, 你来我们公司干什么? 霍北辰停下脚步侧头看着我, 眉梢, 轻挑, 我的后背顿时生起一股寒意, 大事不妙了, 果然, 下一秒, 霍北辰就给了我答案, 我现在是你上司的, 上司的, 上司, 原来收购我们工作室的竟然是霍北辰, 干, 冤家路窄, 果不其然, 接下来的工作时间中, 不行, 重做, 我设计的稿子就这样被霍北辰一句话给否了, 我收起稿子, 硬挤出一丝微笑, 点点头, 霍总, 你觉得哪里需要修改呀? 霍北辰看着我勾起唇角, 笑得那叫一个人畜无害, 我只是不喜欢这般人物, 别看我的表现很平静, 甚至还在笑, 但我的心里已经把霍北辰问候好几百遍了, 我忍, 我拿着稿子一甩头走了, 林子昂的工作还是算了, 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 我把林子昂介绍进来, 绝对是害了他, 霍北辰这狗男人就是公报私仇, 他在报复我当年甩了他, 稿子稿子稿子, 怎么改呀? 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呀, 再说了, 就是一个NPC角色, 他那么叫真干什么? 对了, 霍北辰喜欢白色和黑色, 那我把这个角色花花绿绿的衣服 给改成黑白的就好了, 很快我就弄好了, 这一次我还是先去给总监看吧, 结果总监阴阳怪气地说, 你现在可不归我管了, 咱们总裁都说了, 以后你手里的稿子 直接给他过目就行了, 总监微微一笑, 笑意却不打眼底, 恭喜啊秦瑟, 你现在一定很开心吧, 你看我像开心嘛, 我都要骂街了, 好吗? 我只能拿着稿子上楼去找霍北辰, 他看了看稿子, 又看了看我, 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渊种, 所以你觉得我不喜欢你那版人物形象, 是因为衣服的颜色, 颜色还挺好的, 反倒是这版黑白的和整个游戏的基调很不大, 我深吸了一口气,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暴躁, 这样不好, 不好, 霍总, 那您能给我提个醒吗? 您不喜欢什么呢? 霍北辰将稿子递给我, 说不上来, 就感觉不喜欢, 我一把拿过稿子, 白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 我辞职, 不甘了。 下班之前, 林子昂给我来电话, 四四姐, 你下班了吧, 我这就去接你, 我无力地叹了口气, 不用了, 我今晚地加班, 撕, 这脸打得可真疼, 我怎么可能辞职呢? 我要养孩子啊, 嗨, 人吗? 生活吗? 无无挂断电话, 我就继续干活, 直到把最后一个同事也熬走了, 可现在也才九点多, 我决定加班到十点, 然后回家, 身后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同事不都走了吗? 还有谁? 我回头一看, 好吗? 是霍狗, 我就看了他一眼就转身继续干活了, 霍北辰走过来, 轻笑了一声, 你怎么还没走? 他这不明知故问吗? 几年不见, 这狗男人气人的招数是越来越, 气人了, 得, 我认, 我忍, 霍总, 我在加班呀, 霍北辰满意地点点头, 不错, 那你继续努力, 说完他就转身走了, 我, 我去你的, 我对着霍北辰的背影一阵拳打脚踢, 下一秒却看到, 林子昂, 他怎么来了? 霍北辰也停了下来, 我生怕林子昂说漏陷了, 连忙过去挽住了林子昂的胳膊,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嗯, 怎么突然这么冷? 我扫了掩霍北辰的脸, 怎么感觉刷刷往下掉冰茶呢? 林子昂晃了晃手里的便当盒, 我给你做了宵夜, 下面保安大哥还不让我进来呢, 我说我是你男朋友他才让我进来, 你快吃吧, 嗯, 这小奶狗还挺上道的嘛, 竟然接住了我的戏, 亲爱的, 你真好, 林子昂将便当放在我宫位上, 你快吃吧, 我陪你, 好呀, 我坐下来打开便当盒, 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起, 过了一会我转头, 已经看不到霍北辰的身影了, 我稍稍松了一口气, 谢谢你啊, 子昂, 刚才不好意思, 我只是, 我知道, 刚那是你前男友吧, 姐姐林子昂深深地看着我, 我点头笑想, 对了, 我们公司现在不需要设计师了, 姐姐, 没关系的, 你能帮我, 问问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我今天投了简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了, 林子昂脸上绽放着明媚的阳光, 大学刚毕业, 对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和尽头, 这就是年轻的力量, 我点点头, 嗯, 你加油, 林子昂又问我, 姐姐你以后还需要我假扮你男朋友吗, 需要的话你随时开口, 这小屁还确实挺有眼力价的, 行, 我有需要就找你, 霍北辰有事业, 那我就得有爱情, 我可不能哪哪都输给他, 我就是一个一生, 要强的中华好儿女, 只是当回到家, 我躺到床上睡不着的时候, 又觉得我自己这样很幼稚, 我和霍北辰又不是仇人, 那是我爱过, 一直到现在也还在爱着的人呢, 我是在大一的时候认识霍北辰的, 他比我大一介,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学校的超级男神, 长得好看, 学习还好, 就是性格有点孤僻, 但不影响他眼光高啊, 高到我这个白富美, 也追了他一年, 他才松口和我交往, 虽然霍北辰性格冷, 但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对我真的很好很好, 我和霍北辰就这样甜甜蜜蜜地谈了一年的恋爱, 他勤学苦读, 自己研发制作的软件, 每一个都能赚到一笔不小的数目, 我们俩经常畅想我们的未来, 他想等我一毕业就和我结婚, 组成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那段时间我真的好幸福, 好甜蜜, 可突然有一天, 什么都变了, 学校将唯一出国的名额给了霍北辰, 这是好事, 我们两个商量着一起过去, 只不过我是自费, 可天有不测风云, 我家工厂关了好几家, 我爸又拿出大半部分的积蓄给工人, 开了遣散费, 我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 我也变得迷茫, 霍北辰就是这个时候来找我, 要带我去办手续, 我用最后的理智拒绝了他,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去, 霍北辰一定会放弃那个名额, 留下来陪我的, 他努力了那么多年, 我不能让我自己毁了他, 所以, 我和霍北辰提出了分手, 他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啊, 高领之花, 竟然红着眼睛求我不分手好不好, 可我不能那么自私, 让他为了我放弃大好的前程, 所以我将我毕生的狠话都砸到了霍北辰的身上, 霍北辰, 你真以为我喜欢你啊, 你也就一副皮囊而已, 我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完完, 现在我完腻了就分手了, 你别缠着我, 也别来烦我, 你这个穷光蛋根本配不上我, 霍北辰一直祈求地看着我, 却在我最后那句话落下之后, 他眼底最后一束光都破灭了, 他答应和我分手, 说再也不会缠着我, 烦我, 然后走了, 他的转身换来, 我们五年未见, 再见面, 霍北辰变成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人物, 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或是成为了如此环境下为数不多的盈利公司, 短短五年, 他的公司就上市了, 或是成为了传说, 霍北辰也成为了传说, 而我, 只是这云云众生中最普通的一个, 我和他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的结果就是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 浑身酸痛, 肩膀那里发紧, 脑袋也不舒服, 年纪大了, 不能熬夜了, 吃完饭林子昂还要送我去上班, 我拒绝了, 林子昂却跟了过来, 等电梯没别人了他才问我, 姐姐昨天晚上那个男人就是肖肖的爸爸吧, 我淡淡地看着他, 没有说话, 我不喜欢别人议论这件事, 林子昂挠了挠后脑勺, 脸红了, 对不起, 姐姐, 我只是想告诉你, 你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找我, 我似乎欠考虑了, 这个大男孩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 该死, 秦瑟, 你看你做的好事, 谢谢你啊, 子昂, 不过我不需要了, 我和我前任现在就是普通的上下级而已, 林子昂深深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甚至可以确定, 这个大小伙子看上我了, 歪, 他图我什么, 图我年纪大, 图我带着个孩子, 电梯门这时打开, 我往外走, 林子昂跟了出来, 姐姐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我, 我喜欢你, 我停下脚步, 摸了一下, 转身看着他, 你才和我认识几天呢, 怎么就喜欢我了, 林子昂一脸认真, 我对你一见钟情, 我比你大, 还有个孩子, 这些我都不在乎, 况且我真的很喜欢萧萧, 我会把他当成我自己的儿子, 我得赶快结束林子昂这个念想, 子昂, 虽然我们不算亲戚, 但我还是把你当成弟弟, 你没找到工作之前, 住在我家, 也不要紧, 我爸妈都会照顾你, 但你以后不要再说这些话了, 非常不合适, 林子昂急的都快要哭了, 而我神色冷漠依旧, 最后, 林子昂脸上的神色落寞了下来, 像个被抛弃的小可怜似的, 姐姐我以后不会烦你了, 他转身回去了, 嗨, 烧了弟弟的心, 我罪恶感很大的, 但到了公司我的罪恶感就没了, 我要集中精神, 对抗我那万恶的老板, 我把昨晚改好的稿子给他送上去, 看着他一会皱眉一会摇头的, 我真想把稿子夺过来摔他脸上, 并告诉他, 我特么不甘了, 可我得赚钱养家, 像我们公司工资这么高, 福利还好的, 不容易找啊, 我只能忍下来, 仰起嘴角好脾气地试探, 霍总, 其实这只是个NPC角色而已, 您真用不着抛下或是集团那么大的公司, 跑到我们这小小的工作室, 来盯着小小的我设计的小小人物, 总公司那边还需要您啊, 霍北辰点点头, 然后把稿子递给我, 通过了, 还算他有点良心, 霍北辰, 对比下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版, 就用那个吧, 霍北辰你大爷, 霍北辰挑眉, 骂我呢, 我呵呵笑了笑, 怎么会, 那就用第一版, 霍总您忙, 我就不打扰了, 不骂霍北辰, 我才真是冤肿呢, 对身体好, 萧萧摇摇头, 不行, 姥姥姥爷明天要去表舅家, 表舅家的小弟弟名, 天满月酒, 红鸡蛋今天都送来了, 那也就是说, 明天的我去呗, 那暖暖有没有说明天谁带他去啊, 萧萧突然搭了下小脑袋, 妈妈你教我不可以撒谎, 所以明天是暖暖舅舅带他去, 萧萧的小手握住我的手,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暖暖说, 只要我帮他舅舅把你追到手, 他就做我的妹妹, 喊我哥哥, 萧萧, 暖暖还说, 到时候会让他舅舅再给我生个小妹妹的, 妈妈你说话呀, 呵呵呵呵, 那暖暖舅舅怎么说的, 萧萧晃了晃小脑袋, 不知道, 吐蕃鼠在我心底尖叫, 我想拒绝萧萧, 可刚开口, 萧萧就眨巴眨巴眼睛, 水汪汪的眼睛里全都是哀求, 拒绝的话我立马就说不出来了, 去, 妈妈带你去, 不就是见霍北辰吗, 反正去公司也天天能见到, 我怕什么, 第二天早晨, 我竟然接到了霍北辰的电话, 泡温泉的事情你知道吗, 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头疼, 我倒是想不知道, 可两个小家伙都约好了, 我也答应了能怎么办, 我知道, 那咱们去哪泡啊, 霍北辰, 灵水温泉度假村, 什么, 我整个高八度, 就泡个温泉而已, 去那么贵的地方干什么, 霍北辰, 我请, 这可是你说的, 可不许反悔, 霍北辰, 嗯, 我挂断电话, 给我儿子收拾了一下, 我们娘俩就出发了, 霍北辰这两天可没少折腾我, 让他放顿鞋也是应该的, 到了度假村, 我熟门熟陆地, 先去酒店登记, 这里我熟, 像当初我还是富二代的时候, 整个暑假我和我那些小姐妹都是在这里宅的, 应潇潇和暖暖的要求, 霍北辰只开了一间套房, 是上下两层的, 一共三个房间, 住得下, 我拿着房卡开门进去, 暖暖的小身子直接扑了过来, 舅妈, 不是, 阿姨, 你来了, 暖暖你是不是暴露了什么, 阿姨快请进, 萧萧来, 我带你到处参观一下, 暖暖拉住萧萧的手就走了, 我看得一清二楚, 暖暖给了霍北辰一个带有提醒异味的问, 这孩子的司马昭之心啊, 我摇了摇头, 对上了霍北辰的眼神, 你那个小男友呢, 怎么没一起带来, 霍北辰语气也余, 我刚想开口, 萧萧突然停了下来, 我妈妈没有小男友啊, 叔叔你是说我吗? 我是我妈妈上辈子的小男友, 萧萧这嘴快的毛病也不知道是随谁了, 反正不是随我, 霍北辰含笑点点头, 走过去拍了拍萧萧的小脑袋, 好孩子, 去玩吧, 好搭, 暖暖笔划了一个OK的手势, 拉着萧萧出去了, 霍北辰看向我, 不是小男友, 嗯, 我哽着脖子, 他是我包养的, 现在就住在我家, 不信你可以问萧萧, 霍北辰勾唇, 似笑非笑, 我问萧萧干什么, 萧萧那么小, 太单纯了, 不懂大人复杂的心思, 干, 说谁复杂呢, 谁不单纯了, 包养, 霍北辰又玩味似的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 点点头, 琴瑟, 你还真是越来越能耐了, 谢谢夸奖, 不用客气, 哼, 我白了他一眼, 去外面找俩孩子了, 结果我刚走到阳台门口就听到, 暖暖问, 萧萧你爸爸呢, 妈妈说爸爸去熬梦婆汤了, 因为太忙了回不来, 每次听我都觉得很尴尬, 其实我真的很想告诉妈妈, 我不是三岁小孩子了, 暖暖安慰道, 大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还以为什么都能瞒得过咱们小孩子呢, 熬梦婆汤, 霍北辰低唇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我吓了一跳, 瞪了他一眼, 霍北辰痴笑, 小孩子不好骗的, 还没等我骂出来呢, 暖暖的声音就又响了起来, 就像我舅舅, 他说他不喜欢你妈妈, 可我知道他是骗我的, 他就是喜欢你妈妈, 我嘚瑟起来了, 挑着眉梢挑衅地看着霍北辰, 是啊, 小孩子不好骗的, 这一次换成霍北辰吃瘪了, 可是怎么办呢, 我这个人比较专一, 到八十岁我也喜欢十八岁的, 你呀, 没机会的, 我得意洋洋地朝霍北辰扬了扬下巴, 上楼去了, 到了楼上, 我所有真实的情绪就一股脑涌了上来, 压也压不下去, 尤其是心跳, 已经快到让我无法附和的地步了, 我在沙发上坐下, 坐了好几个深呼吸才将心跳平复下来, 一点点, 暖暖说, 霍北辰喜欢我, 这怎么可能, 小孩子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我摇摇头, 琴瑟, 你就一心一意搞事业, 剩下的就不要想了, 顺其自然吧, 又过了一会, 霍北辰带着那俩孩子上来了, 妈妈咱们下去泡温泉吧, 萧萧过来拉着我的手拽我起来, 你房间, 霍北辰指着一间房间, 麻烦你帮暖暖换泳衣, 嗯, 我朝暖暖招招手, 没等我开口, 暖暖直接做了安排, 萧萧你和我舅舅去, 萧萧理所应当的语气, 走吧叔叔, 你给我换泳衣, 反正你也想要当我爸爸, 我这么帅, 你以后要天天面对我, 可不能自卑,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萧萧我求你了, 你给你妈留点脸吧, 霍北辰握住萧萧的手, 看了我一眼, 问萧萧, 你为什么认为我想做你爸爸, 萧萧直接问了回去, 那你不想吗, 一阵沉默之后, 霍北辰带着萧萧进房间了, 可是霍北辰的沉默是什么意思, 换好泳衣, 我们四个就出去了, 你的泳衣谁给你挑的, 这是霍北辰的声音, 我还以为他在和萧萧说话呢, 结果我一回头, 他看的竟然是我,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的比基尼, 没什么不妥的呀, 怎么了, 这多好看多性感啊, 霍北辰冷哼了一声, 牵着萧萧越过, 我和暖暖先走一步, 路过我身边的时候, 他嘀嘀地来了一句, 难看死了, 哇, 你才难看呢, 霍北辰回头给了我一记来自霍总的眼神, 我立刻笑了出来, 您说得对, 霍总, 霍北辰弯唇满意一笑, 霍总现在让你去换一件泳衣, 霍北辰又看向暖暖, 暖暖带阿姨去重新买件泳衣, 和你身上那件一样的就行, 暖暖的泳衣, 我低头看了眼暖暖, 他身上的那是泳衣吗, 那就是件连衣裙呢, 就是短了点而已, 喂, 他小孩子穿这种衣服, 我是大人, 身材这么好, 还来泡温泉, 我干嘛要把自己裹成粽子啊, 霍北辰, 公司规定, 谁叫我是老板, 你不是呢, 霍北辰给了我一抹如沐春风的微笑, 带着潇潇走了, 气死个人了, 可我也只能乖乖听老板的话, 重新去买泳衣, 买完泳衣换上之后, 暖暖问我, 阿姨, 你知道舅舅为什么不让你穿那件衣服吗, 为什么, 当然不可能, 真的是因为我穿那件泳衣难堪死了, 莫非, 我在暖暖面前蹲下来, 假装一点都不在意地问他, 暖暖你说, 你舅舅有没有可能是吃醋啊, 暖暖呼闪着大眼睛, 吃醋是什么呀, 小孩子果然什么都不懂, 没什么, 走吧, 我牵着暖暖过去, 霍北辰已经带着我儿子泡在温泉里了, 那一大一小两抹身影给我带来的冲击力是无以复加的, 我突然觉得, 我爸爸可能没死, 萧萧冷不丁说了一句, 我愣住了, 然后看到霍北辰侧头看他, 那你觉得爸爸去哪了, 萧萧沉默了一会, 转头迎上霍北辰的视线, 这一刻我紧张到一颗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萧萧是不是认出霍北辰就是他爸爸了, 我爸爸肯定不是去熬梦泼汤了, 他是奥特曼, 去拯救宇宙去了, 好吧, 是我多想了, 萧萧就算早会, 可也只是个四岁的小孩子, 他能知道什么, 再说了, 萧萧长得像我, 霍北辰应该也看不出来, 霍北辰大手轻轻附在萧萧的后脑勺上, 还是奥特曼好, 比你妈妈说的什么熬梦婆汤强多了, 我就随口一说, 这还被嫌弃了, 我拉着暖暖过去, 霍北辰回头看了我一眼, 满意地开口, 嗯, 虽然这件也不漂亮, 但至少比刚才那件好看多了, 我懒得搭理他, 带着暖暖坐进去, 两个孩子在我和霍北辰中间, 远远看去, 一定像一家四口吧, 一儿一女, 一个好字, 舅舅你不让阿姨穿那件永衣, 是不是吃醋了,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暖暖竟然直接问霍北辰, 我连阻止都来不及了, 霍北辰看了我一眼, 吃醋, 暖暖点头, 阿姨说你吃醋, 吃醋是什么意思呀, 霍北辰, 严余地视线看向我, 我要赶紧离开这摄死现场, 我去餐厅给你们拿点吃的来, 说完我就, 蹭得起身嗖地跑了, 暖暖那暖暖, 你真是坑死我了, 我去自住餐厅推了个餐车, 选了好多吃的, 喝的, 我准备把那两个熊孩子的嘴给堵住, 连带着也堵上了北辰的嘴, 回去的路上, 我突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回头一看, 咦, 这人好眼熟, 那人和我年纪相仿, 穿着一身性感的三点式比基尼, 摇曳生姿地朝我走来, 真的是你呀琴瑟, 好久不见了, 见我还盯着他看, 他笑了, 不认识我了, 沈莹啊, 啊, 我想起来了, 当年我们那届的细花沈莹, 也是霍北辰的迷媚一枚, 后来因为霍北辰和我在一起了, 他还因为这件事处处看不上我, 霍北辰出国, 我们家出事之后, 他还带头霸凌过我, 至于我为什么对于霸凌我的人印象不深, 是因为我当时还回去了, 打完我也就不记得那些事了, 那段时间我还哪有时间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我象征性地对沈莹笑了笑, 是你啊, 这要巧, 然后我就想走, 结果沈莹却过来了, 他一副趾高气扬的姿态, 你怎么来这了, 我只记得你以前爱来这里过暑假, 不过那个时候你们家有钱, 但现在你们家不是败落了吗, 这里一天可不少钱呢, 你该不会是花了一个月的工资来这里享受一天吧, 我和沈莹唯一的过节就是我俩之前一起追求霍北辰, 算是情敌, 后来霍北辰和我在一起了, 可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怎么还耿耿于怀嘛, 我花多少钱来这里享受几天, 似乎都跟你没关系吧, 与其提升自己, 不如诋毁他人, 那我知道了, 这是你沈莹能做出来的事情, 沈莹倾笑了一声, 我只是不明白, 当年我和你的家境都差不多, 为什么霍北辰选你不选我呢, 如今你家落败了, 他现在一定很后悔吧, 你还不知道吧, 霍北辰现在可是个大人物呢, 对他来说可能和你交往是他唯一的污点吧, 我勾了勾唇, 当年我们两个同样的家境, 霍北辰选了我你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我好看啊, 谁会喜欢就爱作怪的丑人呢, 你, 沈莹一噎, 脸色通红, 我翻了个白眼, 推着餐桌走了, 沈莹却没完没了, 冲着我的背影大喊, 秦瑟, 你少得意, 现在你和霍北辰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他这次回来没联系你吧, 但是他联系我了, 还要和我们家合作, 跟我联姻呢, 秦瑟, 你还是输了, 霍北辰要和沈莹联姻, 怎么这么长时间, 霍北辰走到我身边, 接过餐车, 俩孩子等着呢, 他怎么过来了, 那刚才我和沈莹之间的对话他都听到了, 联姻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霍北辰笑了笑, 傻了, 我摇摇头, 心底的一问中是没问出来, 问了也没意义不是吗, 我和霍北辰早就结束了, 霍北辰, 你怎么也在这, 你们是一起来的, 沈莹走上来, 他看到我和霍北辰在一起, 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们不是分手了吗, 霍北辰淡淡地扫了沈莹一眼, 然后看向我, 你同学, 他不认识沈莹, 不是要联姻吗, 我也看向沈莹, 沈莹有些挂不住面了, 霍北辰, 我是沈莹啊, 之前我们一个学校的, 况且, 你不是和我爸要合作吗, 霍北辰沉思了一会, 点点头, 沈董想起来了, 那联姻, 你们, 我指了指霍北辰和沈莹, 沈董确实提过这件事, 不过我没同意, 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霍北辰, 俊严之上满是无所谓的表情, 仿佛和沈莹联姻, 就是一件芝麻绿豆的小事, 况且还不是事实, 啊, 那我就明白了, 我看向沈莹, 微微笑了出来, 我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她是不是要亲我了, 这怎么可以, 孩子们都在呢呀, 秦瑟, 我好看吗, 霍北辰, 轻声问, 那又酥又充满磁性的低音炮, 使得在这蛊惑的力量, 我完全着魔了, 诚实的点头, 好看, 霍北辰淡淡一笑, 难怪你会对着我流口水, 稀, 我连忙抬手擦嘴, 哪来的口水, 这个人还是一样讨厌, 我跟你说, 正经事呢, 霍北辰做好, 说吧, 她一副大佬的姿态, 好像要听我做报告似的, 我就很烦她, 不想说了, 姐姐恩, 这声音, 我缓缓转头, 就看到林子昂身穿着一件泳裤朝我走来, 一脸阳光般的笑容, 她怎么来了, 我看了掩护北辰, 这家伙的脸又开始往下掉冰茶了, 我起身迎上去, 你怎么过来了, 林子昂挠挠后脑勺, 不好意思地笑笑, 姐姐, 我不放心你自己带着潇潇来, 而且还是和别的男人来, 我, 我有点吃醋, 吃醋吃醋, 又是吃醋, 今天谁都别再提这俩字了, 我过敏, 还有林子昂这小子, 我不是都和她说清楚了吗, 林子昂, 我, 潇潇小舅舅来了, 姐姐, 我去找潇潇了, 林子昂朝潇潇挥挥手, 跑了过去, 我无力地闭了闭眼, 心里烦得很, 她怎么这么固执, 我回到霍北辰身边, 那个, 我只说, 请你, 你的小奶狗我不管, 霍北辰冷言冷语, 她还生气了, 我也很烦得好吗, 本来好好的, 温泉之旅就这么结束了, 不是温泉之旅结束了, 而是, 好好的, 结束了, 那个林子昂也是个老六, 我都和她说了, 我和霍北辰, 只是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她还处处想在霍北辰面前显摆, 和我还有萧萧的关系有多好, 弄得霍北辰一直黑着脸, 晚上也没再这住下来, 直接回家了, 林子昂看出我生气了, 进了屋就跟我道歉, 她这种死缠烂打的方式, 我真的很讨厌, 我想告诉林子昂让她找个工作赶紧离开我家, 可我还没等说呢, 我妈就过来了, 怎么了, 瑟瑟你还跟你弟弟吵架呀, 林子昂连忙解释, 不是的, 是我做错事惹瑟瑟姐生气了, 我知道我不该喜欢瑟瑟姐, 可是, 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妈听到林子昂这么说, 顿时双眼放光, 你喜欢我们家瑟瑟呀, 林子昂看了我一眼, 羞懒得点了点头, 可是瑟瑟姐不开心, 为什么我突然觉得这小子有点绿茶那位呢, 我妈撑了我一眼, 瑟瑟你还不知足啊, 子昂多好一孩子, 她还喜欢萧萧, 我萧萧走到了我身边, 可是子昂舅舅比妈妈小啊, 嗯, 不愧是我的好大儿, 你听到了吧妈, 我不接受比我小的, 总之子昂你快点找工作吧, 一直这样, 下去也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完就拉着萧萧回房间了, 萧萧见我的脸色不是很好, 爬到我怀里捧住我的脸颊, 妈妈你别生气了, 姥姥要是在催你, 我会帮你的, 我就说我不喜欢他们做我爸爸, 我心情这才好转, 忍不住在萧萧的脸颊上亲了一口, 还是我保好, 萧萧乖乖带在我怀里, 妈妈我心目中的爸爸不是子昂舅舅那个样子的, 这还是萧萧第一次跟我谈论这些呢, 我的心在融化, 那你心目中的爸爸是什么样子的呢? 萧萧嘿嘿一笑, 先保密,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小家伙还有秘密了, 我拍了拍他的小脑袋, 好啊, 那我等着, 周一我就去上班了, 原本以为今天霍北辰还会为难我呢, 结果他没来, 同事们说他回总公司去了, 我松了一口气, 资本家总算是走了, 我在工位上坐下, 准备开启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结果总监突然出来了, 将稿子直接摔到了我的桌子上, 秦瑟, 你自己看看你画的是什么, 我拿过来看了眼, 总监, 霍总都说可以了呀, 总监冷笑了一声, 你现在是直接归霍总管了呗, 那你怎么不跟霍总回总公司啊, 还真以为自己攀上高枝儿了, 总监就是在故意找我查, 我看出来了, 抱歉总监, 我继续改, 总监瞪了我一眼, 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我拿过稿子, 实在是无从下手, 这还要怎么改, 之前我还以为他和霍总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霍总能让他加班加点那么晚, 霍总就是故意找他查吧, 现在霍总走了, 总监肯定是收到霍总的旨意, 继续为难他, 我耳边环绕着同事们的议论声, 但我能说什么呢, 他们说的是事实, 当然,霍北辰不可能受益总监找我查, 这点我还是相信他的, 我还能继续改稿子, 晚上加班到下半夜一点多才回家, 我实在是累得不行, 摊坐在沙发上, 直接睡着了, 结果第二天一觉起来都九点多了, 完蛋了完蛋了, 迟到了, 我连东西都没吃就直奔公司, 被总监正好抓个正着, 秦瑟, 你还想不想干了, 我无力地解释, 抱歉总监, 昨晚加班到一点多, 早晨我没听到闹钟, 我不听这些借口, 总之你迟到了, 这是事实, 500块钱, 总监朝我伸出手, 500, 迟到一次就罚我500块钱, 我真的忍无可忍了, 这钱我给你你敢要吗, 公司哪条规定说迟到就罚款500块的, 你信不信我去劳动局告你, 总监笑了, 像是在笑话我的天真, 好啊, 你去啊, 我看你真是不想干了秦瑟, 不干就不干, 我真的受够这份窝囊气了, 是, 我不想干了, 但是我设计的稿子我要拿走, 总监脸红脖子粗, 你敢, 那是属于公司的财产, 你敢拿走, 我就告你盗窃, 你, 这太欺负人了, 你要告谁盗窃啊, 突然响起的声音让我和总监都愣住了, 我一回头, 竟然看到霍北辰走了进来, 他走到我身边, 冷然地视线看着总监, 继续啊, 我也想听听, 你要告谁盗窃, 总监指着我, 霍总就是他, 他迟到不说, 还以下饭上, 不服我的管制, 霍北辰看了我一眼, 淡淡一笑, 他昨晚加班熬夜, 我让他多睡会, 所以来晚了,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 难道我做什么还要跟你汇报不成? 总监呆住了, 总监呆住了, 我也呆住了, 霍北辰, 他是在帮我说话吗? 霍北辰转身看我, 要不要放个假, 我恍惚地摇摇头, 不用, 我没事了, 嗯, 霍北辰淡淡地应了一声, 然后又看向总监, 他的稿子我看过了, 我很满意, 你又让他加班, 改稿子, 陈总监, 你是没把我放在眼里, 还是故意刻薄员工, 总监连忙要解释, 霍北辰的声音, 却率先想起, 不管是哪一样, 你这样的总监我可用不起, 去财务处结算工资吧, 总监被开除了, 霍北辰也走了, 他说他要回去开会了, 所以他来这一趟, 就是来帮我撑腰的, 可他怎么知道的, 还知道的那么详细, 我彻底蒙了, 霍北辰一走, 同事们就都围了上来, 瑟瑟你跟霍总是什么关系啊? 霍总刚才明明就是, 来替你撑腰的, 天哪, 霍总太帅了, 我好羡慕你哦, 瑟瑟你以后要上位了, 可千万要提鞋提鞋咱们呢。 我扫了一圈, 围上来和我说话的这些人, 就是昨天议论我的那些人, 见风使舵我也理解, 是谁说的来着, 当你成功了, 你的身边就都是好人了。 我虽然没成功, 但因为霍北辰, 我想从此以后, 我的身边也都是好人了吧, 可我真的搞不懂霍北辰了。 这个礼拜我也没见到霍北辰, 他出差去了, 是暖暖和潇潇说的, 说是得半个月才能回来, 没想到我再见到霍北辰, 是在幼儿园门口, 而他, 竟然和林子昂打了起来, 林子昂鼻青脸肿的, 反观霍北辰竟然一点伤口都没有。 我担心事情闹大影响霍北辰, 立马上前将霍北辰拦了下来, 结果霍北辰的脸当即黑了下来, 他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把我塞进了他的车子里。 你, 你干嘛? 霍北辰突然抬手就朝我招呼了过来, 该不会要打我吧? 我连忙闭上双眼, 一颗心在颤抖, 然而意料之中的拳头却没落下来, 反倒是霍北辰炙热的呼吸都喷洒在了我的脸上, 我猛地睁眼, 就看到霍北辰那张妖孽般的俊脸就离我不到十厘米远, 霍北辰, 你, 霍北辰轻笑, 你那么喜欢他呀, 他不就是你包养的一个小鲜肉吗? 这么护着干什么? 我看他还不如我呢? 你包养他, 为什么不包养我? 他是不是傻了? 霍总, 使不得呀, 你, 你哪是我能包得起的呢? 霍北辰勾纯, 我还没说要多少钱, 你怎么知道包养不起? 我脑袋一抽, 竟然问起了价钱, 那你要多少钱啊? 霍北辰, 我不要钱, 我要, 他拉长了尾音, 我就忍不住咽了口口水, 没想到霍北辰一点征兆都没有, 突然就低下头吻了上来, 他像是要把我吞了似的, 我一个不争气, 就软了, 最后还是霍北辰先放开了我, 清醒地看着被闻傻了的我, 就这个, 怎么样, 是不是很合算, 要不要包养我, 我点头了, 我竟然点头了, 可我现在大脑一片空白, 我根本不会思考啊, 霍北辰看了眼窗外, 给了我个眼神, 让他从你家搬出去, 我还是点头, 霍北辰满意一笑, 又在我的唇上亲了亲, 真乖,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傻了, 霍北辰可能是不忍心看我一直蒙在鼓里, 傻傻呆呆的, 把真相告诉了我, 刚才我来接暖暖, 无意中听到那小子在和他朋友讲电话, 我稍稍回过神来, 转头看他, 霍北辰, 他给人提议, 让对方也找个大姐姐养着, 没有工作也不愁吃喝, 说不定, 这是林子昂说的, 可霍北辰不会骗我的, 他不擅长撒谎, 也不屑于搬弄是非, 该死的, 我竟然被一个小奶狗, 不, 被一只狗给耍了, 还有什么, 说不定什么, 霍北辰轻咳了一声, 说不定还能爽极吧, 干, 我这暴脾气, 还管什么世界美不美好, 我今天要是不教训一下那个小兔崽子, 我这么多年都白活了, 我打开车门就下车去了, 直奔林子昂而去, 姐姐, 啪, 我抬手就是一巴掌, 甩在了林子昂鼻青脸肿的猪头上, 爽, 你马上滚出我家, 别让我再看到你, 回到家, 我就把林子昂从我家赶出去了, 我爸妈还问我怎么回事, 我和他们说了一遍, 我爸脱下脚上的拖鞋就要追出去, 被霍北辰给拦了下来, 没错, 是霍北辰送我们回来的, 我爸妈自然也是认识霍北辰的, 但都好几年没见了, 这会才认出来他, 北辰, 你, 你怎么来了? 霍北辰看了我一眼, 温润一笑, 一点都不妖孽了, 我突然想到刚才在车里霍北辰他, 亲了我, 脸颊一阵滚烫, 对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 霍北辰看向我爸妈, 神色认真, 爸妈, 今天来得匆忙, 我没来得及买礼物, 改天我在正式登门, 我爸妈, 他刚才喊我爸妈什么, 霍北辰, 你, 你说什么呢? 霍北辰侧头看我, 怎么, 生下我的孩子不告诉我, 现在连我岳父岳母都不让我喊了, 你怎么知道, 这太突然了, 我都冒汗了, 霍北辰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看向萧萧, 我顺着他的视线, 也看向了萧萧, 萧萧板着一张小脸, 走到霍北辰身边, 父子俩手牵着手, 妈妈, 爸爸说他辞职了, 以后不熬梦婆汤了, 妈妈, 你就让爸爸进门吧, 爸爸说他这几年熬梦婆汤, 练得一手好厨艺, 以后天天给咱们做好吃的, 还说给我生个小妹妹, 还说, 打住, 我双手插腰,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 联盟了是吧, 什么时候的事, 我都不知道, 霍北辰倾咳了一声, 就是泡温泉那天, 我就一度怀疑萧萧是我儿子, 后来萧萧给我打电话, 说你在公司被欺负, 让我过去给你撑腰, 条件就是他做我儿子, 所以我就去了, 后来, 和他相处过程中, 我更加确定他就是我儿子, 霍北辰拉着萧萧走到我身边, 户口本我一直放在车里呢, 怎么样, 领个证据, 我还没等反应过来呢, 我妈立刻把户口本翻出来了, 塞进我手里, 去吧去吧, 民政局下班了好吗? 霍北辰接过了我们家的户口本, 于是第二天一早, 我们两个出现在民政局门口, 都还没人来呢, 民政局也还没开门, 八点整, 民政局终于开门了, 霍北辰朝我伸出手, 跟我进去吗? 老婆, 我趴的一下把手递了上去, 去就去, 谁怕谁? 霍北辰, 老公怕老婆, 嗯, 这还差不多, 从民政局出来之后, 我和霍北辰手里, 一人拿着一个小红本本, 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话和霍北辰说呢, 当年的事情, 我得解释清楚, 我朝霍北辰勾勾手, 老公你过来, 老婆有话跟你说, 霍北辰看到我勾手后, 的确是来了, 而却没等我说, 直接将我抱在怀里, 过去的事, 抱歉, 我懵了, 却又豁然开朗了, 聪慧如霍北辰, 看到我家里现在这个情况, 又怎么会不知道呢? 他都懂, 真好, 一切都在不言中, 我伸手搂紧霍北辰, 在他怀里低难着, 霍先生, 未来多多指教了。